字幕 李宗盛 星期間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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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Chai Mi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5款韓國泡麵的大評比 因為我們常常出國的時候 要吃一些韓國的泡麵 所以說我今天就要來評比 這5款泡麵哪一款是最好吃的 到時候可以去超商的時候就可以買到囉 第一款呢是這一款紅白點點的雜醬麵 好這個牌子也算是超商蠻大的品牌 那我們首先呢先把它打開來 它規定你打開來的時候不要開全部 只要開到這邊就好了 然後上面有你吃這一個機卡 它也告訴你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如果要減肥的人呢可以參考這個熱量的參考 好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裡面就是有麵 它的麵上面一定有小小的蔬菜了 好那我們要先把麵泡開了才可以加這個炸醬的味道囉 已經泡好了我們把它瀝乾了 然後它這個醬料是粉狀 所以我們要趕快加下去 趁現在趕快拌 因為它也沒有教我們要怎麼做 好像不是這樣欸是嗎 還是很好吃 好拌一拌有香味啦 好像是是沒錯啦這樣子 還是那醬料要另外調 它也沒跟我們講 是蠻香的 是蠻香的可是感覺好噁喔有這個粉 它結塊了欸 它是燒焦了嗎 不知道欸 它有點尷尬 沒有它沒有要加什麼 這款泡麵呢它加了粉之後呢 有點牽絲的感覺 好 等一下吃吃看味道好了 因為現在有一點可怕 對有一點可怕 那我剛才在泡的時候我其實我就 覺得它有點噁心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麵它是細麵 它的粉因為它是炸醬粉 所以它泡起來之後你直接丟進去 它會有一點這樣子牽絲的狀態 吃吃看味道 說不定味道超好吃的 味道還蠻普通的欸 我為什麼要讓費錢買它啊 再吃一口看看 這個是醬料比較多的地方 它的細麵吃起來沒有特別的Q 或者是特別的有嚼勁 就是一款蠻普通的泡麵 這一款還蠻不推薦大家去買的 可以讓大家可以不要去買這一款 那第二款呢是人的這個品牌的 這個品牌的老醬麵蠻好吃的 我之前有吃過 然後呢它有教你非常的清楚 就是第一步是 你要先把這個先撕開 撕到這邊就好了 它規定是這樣子的 好 然後它裡面的醬包有兩個 有兩個醬包 哇這個應該就是炸醬吧 因為它有軟軟的感覺 然後這一個呢 它是讓你放在裡面的 好 然後這邊這個地方我特別的是 它等一下這個是 按下去就可以 把水稻出來的出水口 這一款泡麵的設計還蠻精緻的齁 然後我們接下來把蔬菜 哇好多蔬菜喔 出菜感覺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等一下先泡開之後呢 再加這個醬囉 它很貼心的是它有這個出水孔 所以你可以把裡面的泡麵的湯全部倒出來 然後它就可以順利的瀝乾它 然後它的醬料是已經幫你弄好了 嗚呼 這比較像是 你會在商店 就是在店面裡面吃到的炸醬麵的感覺 我們來稍微的拌它 感覺好美味喔 哇這感覺好好吃喔 輕輕的隨意亂拌 好像一個 那種店在賣的 而不像泡麵 然後 光它的麵條就跟人家長得不一樣 它是這種比較寬版的麵條 好我現在吃吃看 而且它當初的醬料是非常有誠意的 就是醬料包的感覺 對 比粉的好 我吃吃看 好香喔 裡面還有青菜欸 它的味道會很像你真的去那個 韓國阿姨的店吃到的那種 韓國炸醬麵 當然可能不會那麼好吃 但是 我覺得它的 相似度已經有了 然後它的麵條 好Q喔 然後吃的時候竟然可以吃到 蔬菜的脆脆的感覺 嗯這款真的好好吃喔 我可以把它吃光嗎 好吃 然後繼續來吃它 第三款呢 是這個經典的 辛拉麵 應該很多人都看過這個 辛拉麵吧 然後我們呢就先把它輕輕的拉開來 裡面呢 已經有 一些乾燥的蔬菜 然後包括乾燥的辣椒 還有就是應該是香菇 跟一些蔥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這個 醬包打開 很辣喔 可是很辣喔 好可怕喔 好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吃辣的人 我加了一半而已 但是醬已經是紅色的了 對 好我們等一下泡出來看看 味道怎麼樣囉 辛拉麵已經泡好了 不過它泡起來 其實料感覺還蠻多的 好我先喝喝看湯頭 很單純的辣味 這款不是很多人說好吃嗎 我來吃吃看它的麵條 說不定超好吃 麵條 沒什麼入味的感覺 可能我們泡了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它的麵條也 完全沒有咬勁了 我可以吃下一個嗎 辛拉麵 怎麼會這麼多人推啊這個 第四款呢 也是同一個這個品牌的 海鮮拉麵 我們來把它打開來看看 麵條感覺比較粗欸 唉唷 粗欸 然後裡面已經有一些 昆布 感覺湯頭會蠻好喝的 好我們把麵丟進去 它的麵好粗喔 接下來我們打開這個醬料包 它是粉狀的 一樣感覺是蠻辣的 顏色還蠻像肉鬆的 不知道泡起來味道是怎樣 吃吃看 它的麵條好像感覺比較粗一點點 跟剛才的辛拉麵比起來 非常有誠意的 用昆布當湯底 先喝喝看湯頭 有濃濃的昆布的味道 但是好辣喔 有點辣到我喉嚨喔 好吃吃看麵麵 可能因為我們辣包沒有加了很多 所以說它的味道是有點淡的 淡裡面的昆布泡起來還蠻好吃的 有真實的昆布在裡面 第五款呢 是上次我們在熬夜的時候 就有一間吃過的這一款海蟹拉麵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買海蟹拉麵 是因為我們想要做不同品牌的比較 這個品牌的泡麵我真的覺得都還蠻好吃的 因為它也蠻細心的有告訴你 應該怎麼做那些有美的 好 這個品牌的拉麵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 它的醬料是這種濕的醬料 包括辣油也是濕的 這種通常感覺會讓人覺得 比較香 它裡面乾燥的除了蔬菜之外 它還有真的是這種小蟹肉 然後跟一些感覺是魚吧 什麼之類的東西 料感覺還蠻豐富的 這個很多韓國人也有推薦 然後它的醬料等一下 我們就先把麵泡開之後再放進去 我們就等著把它泡開來吃吃看囉 好 那首先呢 這一款海鮮麵泡好之後呢 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哇 裡面真的有蟹肉 很貨真駕駛的海鮮的感覺 它這邊的醬料包撕開來 倒進去 這不知道是什麼醬 應該是海鮮醬之類的 稍微的拌一下下 香味就會出來了 這可以加入這個辣油 應該也蠻香的喔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我不敢吃太辣 輕輕的攪拌它 然後呢它的麵是這種粗粗的麵 剛才它有很多的螃蟹 先喝喝看湯頭 我覺得真的不是我太挑剔 因為湯頭真的有差 就是它喝起來是有點甜甜 然後又辣辣的感覺 我是不是很想喝 它湯頭不是只有辣那麼無聊而已 真的很好喝 因為我討厭喝泡麵的湯 我覺得泡麵的湯也不過就是 泡那個麵的水而已 但它不是 它是有味道的 然後麵很Q 喔這家太好吃了 找到裡面的蟹肉了 我吃給大家看看 它會彈欸 它不是乾燥的感覺 它會QQQ的 今天的那個泡麵大評比 我個人覺得 這一家大勝 之後我應該回去買他們家 更多的泡麵來吃吃看 然後今天就用這個 好吃的海鮮泡麵做結尾吧 如果你們去的話 你們可以選這家泡麵 我覺得它就是 大勝 希望你們今天喜歡 今天的泡麵評比比較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就這樣掰掰